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颜值是多么的重要 看到她穿上这一身晚礼服 在台上参加采访的时候 整个人都显得格外淑女 不过这也是她第一次来到春晚的舞台 内心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紧张的 因为参加春晚都是现场直播 面对全国十几亿的人口 而且是不能出现任何差池的 也正是因为如此赵丽颖的内心 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紧张吧 比如说在采访时 因为太紧张 她的手势全程没有改变 显得特别淑女 全程保持最优雅的姿态 另外她的笑容也很甜 不知道在采访的时候会带给大家怎样精彩的内容呢 今年的春晚 赵丽颖选择了两套服装 一套是这一身黄色珍珠碗礼服 另一套是红色 而现在黄色礼服正式曝光 那么她登台演出的衣服应该就会以红色为主吧 这几天 她一直都在彩排 现在马上进入了春晚到季时 并且今天晚上八点的时候 她也会如约参加春晚进行时的采访 希望大家到时候可以按时收看哦 为我们的丽颖点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